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项目呢 就有贸易的政策和贸易和投资的基本问题 还有一些实际的政策建议方面组织了增加的研究 现在呢 我们已经形成了报告 这份报告 损失了全球的贸易形势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和相关的政策的建议 相信这份报告对中国呢 今年也尤其为重要 尤其是考虑到今年是中国进入十三五计划的第一年 在未来的五年当中 我们如何进一步改革 开放 如何的深化改革 如何更加融入国际的贸易 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除此之外 今年呢 也是中国担任二十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 这对全球的政策协调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平台 今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当中所触及的一个主要的话题 就是贸易 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 贸易一直都是非常地为民不振 所以我们是要讨论如何将国际贸易再次的振兴 我们今天呢 有非常令人尊敬的专家参与我们的讨论 首先 我左手边的是Ricardo Melendez Cortez先生 他是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的总裁 中心的简称是ITCSD 这是一个国际贸易和政策的重要的智囊团 在他的左手边是龙国强先生 龙先生呢 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这也是中国国内首屈一指的智囊团 他左手边的是林教授来自北京大学国 同时呢 他之前也是市行的顾问 现在他也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荣誉院长 专注于经济结构的研究 坐在林先生左手边的是赵宏女士 赵宏女士是中国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副院长 这也是一个商务部附属的智团团 非常的具有重要地位 坐在他左边的是张先生 坐在赵宏女士旁边的是Annabel Gonzales Gonzales女士来自世界银行贸易和竞争司 最右边的一位是Richard Simmons先生 他是世界经济论坛的执行董事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 我们今天的讨论呢 将会非常的有趣 而且丰富令人兴奋 那么我不再多说 现在就有请 Ricardo 来 发言 花10到15分钟的时间 介绍一下 这份报告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亮点 Ricardo有请 非常地感谢 何先生 我非常地荣幸能够到这儿来 同时呢我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这个发布会 同时呢我也特别高兴地 也很荣幸地可以与这么多非常著名的 来自中国和国际上的知名人士 一起讨论 我们在E15项目当中呢 希望做的就是进行一下未来的贸易和投资系统 进行一下设想 尤其是考虑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 以及设想2025年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而这一工作呢 一般不会我们在想到全球治理 我们在第一阶段的时候进行了考虑 我们希望呢能够 我们更多地关注了不同的利益 让相关方不仅是政府和学术界同时也包括了企业界 一起来讨论对全球的贸易体系而言 未来的重要要素有哪些 今年呢 今年呢 我们 将这个结构整合 然后呢 形成了不同的政策的建议 E15项目呢 历时两年半 那么差不多集合了375位来自全球各地的专家的智慧结果 总共呢 专注了专注于18个领域的政策方案研究 尤其呢 侧重了贸易与投资 同时我们也设立了3个专家组呢 是专门处理跨领域的问题 我们也认识了 比如说食品安全 气候变化的问题 同时呢 也考虑了使用一些贸易的工具 比如说补贴 还有一些 还没有在国际的贸易体系当中被充分利用的工具 但是呢 对我们现在的贸易体系非常重要 比如说贸易和投资的政策等等 这些呢 都是对21世纪 同时我们也探索了21世纪经济的经济 比如说出自的经济 采决行业 竞争政策等等 这项工作呢 我们不同的研究呢 已经编制成为了一份 整体的政策报告已经在网上公布了 同时呢 同时呢我们也生成了一份综合报告 将我们的 从政策的角度 将我们的研究成果 进行了重新的解释 在不同的发展水平 考虑问题 从国际贸易的这个框架 来损失贸易和投资的政策 我的同时呢 也将会介绍这些政策的建议 以及对现在政策指定者 所关注的一些重点 我们呢 这项项目呢 是15年16年全面展开 我们呢 主要的工作的成业呢 有三个 我们认为呢 这三个原因也是在过去15年 当中国际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的三个方面 我们现在是没有抓住的 特别是多边的贸易环境 尤其是多哈回合呢 创造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 不同的监管和政策的环境 比如说优惠贸易待遇 还有一些动态呢 将会带来更广泛的 区域性的贸易协议 比如太平洋伙伴关系 也就是所谓的TPP 还有非常复杂的投资的机制 那么其中呢 包含了两万多个不同的 这个双边的投资的协定 和去协定 在我们进行研究审议的时候 这些都是重要的材料 仔细观察了有哪些是可以由政府来利用 来促成这种协定增效的成果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我们很多人还观察到 在50年当中第一次注意到贸易的扩张速度变化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尤其是考虑到新状态下 尤其是中国的经济 一直作为全球经济的一个 动力对贸易和投资而言的影响 尤其还有包括贸易对生产 由于信息和数字方式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同时也考虑了比如说对价值链的重新的组织等等 我们认为政府很有必要来看一下这些框架和已有的政策 所以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一下 可以哪些条件是被利用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他们可以从中吸取自己的政策的决定 那么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发布会恰逢其实在北京不仅是要发布这一份报告 同时呢被中国在建设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方面的重要作用也尤为合适 同时呢恰巧今年又恰逢中国是作为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 这20国集团呢是对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方面 尤其是在领先国家当中的一个主力军 中国呢已经清楚地表明贸易和投资 以及对贸易投资的重新思考和重要的这个设计 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提出提交给20国集团作为今年会议的一个主题 我们也正在形成20国集团可以拿出什么样的今年的这个建议 以共负责经济治理贸易和投资治理的这些机构考虑 同时呢佳峰其实还因为在中国和全世界对经济而言的宏观经济 未来几年的走势的看法 除此之外呢这些政策建议的推出也是考虑到2005年的时候 不同的经济体同达成一致认为要继续推动经济的发展 去年呢也组织了一系列的会议 制定了世界的2030的倡议 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目前和2030年之间需要达成的目标 同时呢去年也拿出了 拜里协定处理气候变化问题 就是要求各国呢都共同努力 将排放的水平控在一个控制受控的范围之内 在这种背景下这次B15的报告注意到 这些贸易和投资呢是在国际的层面上 要求各国都参与 而且呢也需要一个各国的协调才能够推进 我们将会听到一些政家所提出的 这个政策的建议 那么让大家略微了解一下 一些其中的话题比如说 化石燃料改革 未来应该怎么办 国际社会呢 从2009年开始呢就决定要进行化石燃料的改革补贴 现在呢我们也已经获得了补贴 这些重要性被告白地认识到了 同时呢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框架呢 可以 比如说在鱼业 农产品市场的扭曲等领域呢也可以应用 同时呢整个的这些补贴在国际的水平 这个国际的层面上补贴所带来的各种影响 同时我们也比如说考虑了 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可以如何 帮助清洁能源技术的迅速复展 在全球的价值链当中 可以如何促进清洁能源的技术 在全球各国通过利用清洁技术 帮助他们达成巴黎协定的要求 这些政策的建议 这部分的建策呢可能对在座的一些人来讲 就尤为的有用 同时呢我们认为对各国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情况下 应该需要有新的行业的政策 了解比如说生产的这个政策 如何来促进全球的经济 我也说了刚才 那么我们考虑了如何利用竞争的政策 来促进中小型企业 受益于全球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 包括当中包含了一些具体的想法 比如帮助不同的贸易的体系进行形容 和帮助不同层面的参与者进行参与 在全球的贸易体系 在不同的双边多边周边的这些贸易协定的生成的情况下 他们如何可以促进去和多边周边的协定 确保这些政策和规定可以进行互补 同时也充分地满足出于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不同需要 我们的这份报告也是获得了16家知识伙伴机构合作所共同生成的 中国学生和诚传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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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这份报告是在中国的文章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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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 中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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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以及整个市场的改善, 其中一个重要的项目的项目是一项目的项目的项目。 所以,谢谢 Ricardo和他的同学们来分享的知识和知识与我们的知识。 我们都知道 这一年 财务和财务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G20的讨论 我们都知道 传统的G20有两个主要领域 第一是财务方面 第二个是韩以及我们的财务部这样的会议 今年也许会有一个另外重要的轨道 那就是贸易部长们他们的会议 这个也就会强调贸易政策在全球进行当中重要性 以及Ricato刚刚也提到了20国集团 还有其他的一些所有利益有关方 应该有其他的一些平台 比如说15报告 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分享观点 加深我们的理解 还有一些理解我们的贸易问题 还有贸易的政策 接下来呢 我们要介绍龙国强先生 龙国强先生 他是一个杰出的研究员 在中国和WTO系统当中都是一个研究员 中国在参加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 他扮演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中国入市以来就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 在中国入市之前呢 有很多关切 中国的开放 向外开放 有更多的竞争 有很多的中国的公司有可能会破产 但确实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公司啊 他们是有很强的竞争力 即使是通过国际标准来分量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要听取龙国强先生的观点 现在我们面临这一系列的新的挑战 比如说新的TPP 还有WTO的谈判 要走向何方 所以呢 这些大的贸易国 比如说中国 如何能够处理这些挑战 以及中国的贸易政策呢 在未来是如何的 所以呢 和我一起来欢迎龙国强先生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的高兴啊 来参加 E15的研究成果的发布会 从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 全球经济呢 深陷调整 到目前为止 全球经济增长呢 乏力 贸易增长更加发力 贸易的增长速度啊 比这个 经济增长速度还满 这是全球化以来很罕见的一个现象 那么怎么能够走出困境 我觉得呢 从根本上来说 可能几个因素 一个呢 是靠技术的创新 那么新一轮的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 新一轮产业技术的革命呢 应该说给全人类带来了希望 所以世界各主要国家都非常的重视 新技术革命 研发方面有大量的投入 大家也在增强新技术革命的制高点 但是应该说呢 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革命 还在叙事待发之中 还没有能够真正形成 牵引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动力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是要靠制度的创新 靠改革 所以我们在很多场合都会强调 结构性的改革 在这个集团体的部长会议 我相信在今年的集团体峰会上 还会继续强调改革 靠制度的创新 来释放潜力 激发活力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呢 很重要的 就是靠国际合作 那么这个报告 加强21世纪 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体系啊 其实就是着眼于怎么能够 进一步增强 各国之间 在经济贸易 投资各领域的合作 来激发我们的发展的活力 从全球来看呢 毫无疑问 欠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呢 发展的潜力是巨大的 从投资的边际产出来说呢 这些新型经济体 可能潜力 应该更大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们当讲 全球贸易投资合作的时候 可能就要着眼于 怎么能够更好的 通过国际贸易的投资和 贸易和投资合作呢 把新型经济体 欠发达经济体 它的发展的活力啊 激发出来 这个报告 我也看了 大家可能也都翻了 针对怎么 进一步的推进贸易的 投资 贸易和投资的 自由化 便利化 经济合作 提出了非常全面 系统的政策建议 我就讲 我关心 我觉得有两个 特别值得提出来 应该给予高度重视的 不是说其他的不重要 其他都很重要 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基础设施的建设 和互联互动 中国人呢 有体会 要想赴 先修路 基础设施 是经济发展 和贸易合作的一个基础 我前一段 有一个朋友到我办公室 他的一家公司呢 在老挝 进行农业投资 把老挝的这个真正的有机大米啊 出口到中国来 但是呢 老挝的米很好 可是他要运到中国来 他先要用800公里的陆路运输 运到曼谷 然后再转海运 所以成本就非常的高 他运到中国来以后 比其他的东南亚国家进口大米的成本要高很多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有很多发展的国家 它是具有着参与全球贸易的潜力的 但是呢 因为基础设施的不足 他的潜力呢 发挥不出来 所以在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呢 基础设施的建设 是一发展的基础 而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加强国际合作 可以真正起作用的一个重点的领域 对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 凭他自己的目前的能力来发展基础设施呢 首先就受到资金不足的约束 但是从全球来看呢 恰恰我们会发现全球不缺钱 甚至可以说流动性过剩 比如说我们具体到某个领域 比如一带一路 这六十几个国家 光这个区域里面 有很多欠发达国家 可是这些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 有七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主权财富基金 那么这些钱都去哪了 这些钱啊 都投到了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 去保值真值去了 它没有成为 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 所以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是缺少一种机制的安排 让这些钱 能够真正投入到 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里面去 所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 其实在历史上 今天我们有试航的同事在这 这些像试航这些开发性金融机构 就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光靠一家试航 靠亚航等等还不够 所以最近呢 前两年中国政府 创意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57个这个叫创始成员国 大家都很积极 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认识到了 发展基础设施 对释放发展中国家 发展潜力的重要性 不可替代性 当然除了像AIAB这样的机制以外 我觉得可能还有 可以不断地创新很多 融资的机制 国际开发合作的机制 来帮助发展国家呢 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这样呢 会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为他们参与到国际投资 国际贸易里面来呢 创造条件 所以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大家可能看到 在中国政府倡导的 一带一路的合作产业里面 基础设施是 合作的优先领域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方面 大家国际社会呢 应该给予更加重要 更多的重视 另外还有一个领域呢 就是投资 投资呢 大家也说 这是市场行为 但是呢 同样的问题啊 就是说 对很多发展国家来说 它既缺 基础设施的硬件 又缺 投资的软件 投资环境的软件 所以对这些国家来说 如果纯粹靠市场的力量 说吸引跨境投资 应该说是相当难的 应该说是相当难的 那么我觉得 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 改革开放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就是从工业园区做起 林老师一直在宣传这个 而且身体力行 跑了非洲好多地方 去推动这件事情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就是在一个基础设施的 硬件软件都不足的地方 通过设立工业园区 来推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 通过吸引外资来创造外汇 创造非农的就业机会 这个应该算 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 那么很多国家 在发展过程中 先行的国家 是产能转出去的 转出国 今天可能轮到了中国 中国现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我们的比较优势 也在发生着深刻的转换 原来支撑我们劳动密集型产业的 低成本的劳动力这个优势 正在快速地削弱 所以在国内现在一些 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它面临着或者升级 或者转业 升级嘛 你就当然通过你的技术创新 能有管理的创新 能够靠品牌 靠质量 靠新的产品 新的技术 来保持竞争力 当然 从 东亚地区 比如说四小龙的经验来看 会有相当多的产业 会向其他的 更低成本的国家 去转移 这样就给了中国和其他的国家 进行投资合作的这种 内在的动力 那么怎么转出去 我觉得通过设立工业园区的方式 是一个既立输出国 又立东道国的方式 对输出国来说呢 很多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它是中小企业 它要进行跨国投资 其实是缺乏很多方面的 比如说人才经验 跨国投资 它面临不同的投资环境 不同的法律环境 是有相当高风险的 所以需要 中国话叫做抱团出海 大家一起啊 共同到一个地方去 可以大大的降低风险 我们中方这个有的研究机构 也做过调查 就是这种抱团出海的方式 企业的这个成功率 明显的高于单打独斗 这是从东道国的角度来说 从这个输出国的角度来说 当然对东道国的角度来说 那我觉得可能更加现实 这种工业园区的建设 可以在一个特定的小的地区 率先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率先建立一个 能够符合国际投资者需要的 投资软环境 这正是我们从80年代 90年代一直在做的 所以你看在过去的这些年 中国政府也在推动 和一些东道国进行工业园区的合作 政府之间的 比如说中国和白俄罗斯 有工业园区的建设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 在此之前在东南亚 在非洲都建立了一些工业园区 这些我觉得 以政府合作来作为倡议和支持 让企业作为主体 这是一个现实可行的路径 所以中国作为一个 新兴的经济大国 同时我们也希望更多地 参与到全球的治理中去 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 应有的作用 那么我们一方面去积极地参与 现有的全球经济治理 在WTO 在区域合作中 发挥更加积极地作用 同时另外一方面 中国政府也试图 积极地提出一些 合作的新的倡议 比如说 一带一路的倡议 AIIB的倡议等等 既可以在区域层面上 也可以在双边层面上 通过这些务实的合作 来一方面深化 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的关系 但更重要的是 能够在合作中的实现互利供应 谢谢大家 龙先生 也强调了 投资与旧设施的重要性 是要将这些 偏远地区 与世界中心来联系起来 这样才能够 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 投资方面的话题 在投资之后 我们更基本的问题 就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 我们在中国 我们有自己的经验 也知道我们要达成一个平衡 有些时候政府作用更好 有的时候市场的作用更好 成功的关键 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激励机制的正确性 我想龙国强也强调了 结构改革的重要性 这样一个研究的话题 林先生呢 他也正在致力于这样的一个话题 他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经济学家 林教授呢 是最乐观的这个研究人员 他相信啊 中国是有一个活力 充满活力的这样一个经济增长 他认为呢 我们是有一个很大的潜力 可以得到结构改革的释放 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呢 在这里啊 也是有一个新的改革的研究中心 现在让我们来邀请林教授 和我们分享她的观点 讨论全球经济 以及潜在的挑战 不仅仅是中国 以及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现在有请 女士们 先生们 下午好 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次的嘉宾讨论 我要祝贺 在世界经济讨论 我是作为一个参会人 参加了那次的发布会 我观察到这份报告啊 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其中的信息 受到了热烈的讨论 在达勒斯呢 是受到了所有人的人的欢迎 所以我要在此的祝贺 瑞卡尔特和他的团队 所做了工作 就如瑞卡尔特之前所说的 这份报告在中国的发布 是恰逢其时的 因为不仅是 因为这是中国十三五计划的第一年 同样重要的是 中国呢今年也将会 承办在九月份 在杭州的二十国集团封会 我们知道 二十国集团的封会呢 已经成为了 全球最为重要的协调的平台 协调全球的经济和政策问题 从08年的危机之后 因为二十国集团的内部协调 我们有效地避免了 最危机可能带来的最糟的结果 我们遭受了一些 我们避免了二九年三零年的时候 出现了全球的大萧条 但是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地恢复 在美国 欧洲和日本也是如此 而且他们会 可能会遭遇到循环的这种直环 日本在九一年的时候 已经经历过了 对高瘦的国家 来避免这种循环性的经济 经济将局 它就需要进行 他们就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革 结构性改革的需要 已经被所有人都介绍了 但是为什么在日本 二十年之后 还没有进行结构改革呢 对 美国和欧元区 在金融危机七八年之后 他们也没有实施 任何结构性的改革 我觉得 主要原因是 由于结构的改革 是有益于未来 可以加强一个经济的竞争性 和生产力 这是一个长期的效果 但是从短期来看 这种结构性的改革 带来的却都是一些 负面的表现 比如说失业率的增加 支出的紧缩等等 对许多这些国家人员 这种短期的负面效果 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种短期的 带来的收缩 如果不能够被接受的话 对许多这些国家来言 他们如果政治上 不能接受的话 就没有办法进行 结构的改革 再来过去 世界银行的建议 危机 刺激了国家来进行 结构改革 同时也刺激这些国家 来进行货币贬值 刺激出口 来振兴国内经济 以前这种模式是有用的 但是现在这种模式 似乎没有用了 有许多的国家 都需要同时进行 结构性改革 而且不同 而且呢 发展的水平也是类似的 同时这些国家呢 在全球市场 为自己的产品竞争 所以 一些国家呢 可能会 鼠股 所以如果说 一个国家 希望进行货币贬值 来创造 结构改革的空间 这种建议呢 却不被 或者这种做法 不被其他的国家 所接受 因为对一些国家而言呢 这种货币的贬值 只是为了能够 创造结构改革的空间而已 而没有结构性改革的话 那么 这个经济的停滞不前 就不能够改变 许多的国家呢 他们的这个经济表现 如果 如果好 那就可以为全球的GDP增长 就做了15%的贡献 但是如果经济发展的不好 却会为全球的经济 造成下行的压力 从零几年开始 有一种新的倡议就是 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 作为 动作的空间的 活动 如果 投资基础设施的话 短期可以 增加就业 长期呢 它可以释放经济发展的潜力 那么创造就业之后呢 就可以 那么当然了 结构性改革如果先开始的话 可能会短期内出现 是屡层高 正高的情况 2019年的时候呢 我很高兴地注意 许多人呢 已经同意了这种看法 也就是要 在基础设施上投资 对 发展中国家而言 在这次全球的 也计时初呢 它 发展中国家似乎呢 这个表现不错 因此呢 它们的 发展中国世界的 经济增长率 有趋同 但是现在呢 发展中国家 已经 丧失了经济增长的动力 那么如何 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呢 我觉得 技术设施方面的投资 也是一个好的 方案 因为呢 短期来讲 基础设施的投资 可以促进就业 从 中长期来看 它可以 释放 经济增长的潜力 那么 在 发展中 世界呢 有少数几个国家 比如说 中国 有着比较好的 这个经济状况 但是其他的 发展中国家 是没有办法 在基础设施上 投资的 因为呢 他们的这个 财政的能力有限 他们的这个 外资的 这个外货的储备 也不够 高收入国家呀 来投资 在基础设施上呢 应该是好事 但是大部分的 发达国家 当中的基础设施 已经到位了 因此 在 这个 高收入国家 进行基础设施的 投资的话 它的这个 回报率 并不会很高 但是 发展中国家呢 他们却可以有很多的 基础设施 发展的潜力 因为呢 这种基础设施的 瓶颈是 随处可见的 我们可以 简单地进行连接 如果在 发展中国家 进行基础设施的 投资 这就会促进 从高收入国家 进行的进口 每亿美元 在发展中国家的 投资 将会带来 这个 17美分的 这样的 这个收入 这个出口 所以这种 我们认为 发展中国家 应该释放 高收入国家 应该释放 他们的外汇储备 帮助 发展中国家 来克服短期的 瓶颈 来实现 上期的增长 如果发展中国家 如果能够可以 进行自身的 货币贬持 然后进行 结构的改革的话 带来的益处将会 异于 发展中国家 和发展国家 外汇丰富的国家 比如说中国 和其他的 一些类似的国家 在过往呢 他们把自己的 外汇储备 是放在 比如说股票 和政府 债券的 投资市场上 而没 那么现在呢 这些基金的收入 已经水平降低了 所以呢 是有分有必要 将这些基金 进行方向的 重新的调整的 因为一方面 我们可以增加 多边的这些发展机构 比如说亚航 非航 赤航 同时呢 我们也可以 设立新的机构 比如说亚洲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等等 但是 主要的 资金来源 将会来自于 私有部门 和主线基金 我们不仅仅 需要这种机构 我们还需要 有一个合适的平台 允许市有企业 能够参与 发展中国家的 基础设施的建设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加强 改善 信息 让投资所了解到 在发展中国家 投资基础设施的 利处 所以 这种多边 投资协定呢 我们现在有很多 我们有 不少的 贸易方面的 这个多边的 协定 我们虽然在贸易上 有这个世贸组织 但投资方面 却没有一个这样的平台 如果能够进行 这样南排的话 就可以帮助 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从而帮助 发达国家 现在呢 也可以帮助 这些手头 有先钱的人呢 进行好的投资 多边的 投资的协定呢 也是会对 基础设施 起到重要的 推进作用 如果基础设施 投资的 规报高 那我们就可以增加 我们就需要增加 经济活动 也会激活 这个基础设施 项目的 这个所在国 隆布长啊 总是说 对 发展中国家而言 如果他们想要 进行 这个国际化 和这个 战业调整 他们需要进行 调整 确保他们的这种 劳工密集型的企业 可以 行业在国际上 参加竞争 需要有良好的 基础设施 还得需要 加强国际的 这些 不同国家的能力 确保 不同的国家 可以保证 及时用效的 交付自己的 服务和产品 在亚洲呢 拉美 非洲等等的 加强 购买方的 信息 让他们 获得更多的 信息 了解 了解到 这些输出 国的能力 因此呢 在这些 收 这个目的国 加强信息的 交流很重要 比如说 在中国 和其他的 这个 新兴经济体当中 有一些报告 说 这个 劳工 或者是 产能的 这个 会生产的 一些输出 我希望要 这份报告 如此的 俏风 其实 可以提供 为 二十国集团的 峰会 提供一些 思考的材料 来考虑 有哪些可能性 是否能够 有一些可能 管辖 投资的 多边国际的 协定平台 我知道 设立这样的机构 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呢 我们可以先 设立 某种 工作组 也 请在座的 媒体的朋友 来 推广 这个想法 鼓励更多的人 参与 高收入国家 发展中国家 和 所有的 投资者 都参与 谢谢各位的 刚才呢 你提到了 全球经济的 这种行业的 停滞不前 和 我们如何 我们要 克服这个困难的话 就是 可以通过 进行投资 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 那么也 这也需要各国呢 更多的 进行更深入的开放 我也非常的 赞赏他提到 基础设施的 重要性 基础设施呢 是可以帮助 释放 经济的 活力的 但是呢 基础设施的 投资需要 一些机构的 安排 比如他提到了 设立一个 这个 世界投资组织 我觉得这是 一个好想法 这可以 借鉴这个 国际研究的 学科学生的 一些想法 因为呢 现在 人们重视到 不仅是在硬件上 要投资 同时也要进行 软投资 在头脑 智能团 人才方面 投资 在政策的 研究 能力上 投资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现在 请 赵宏女士 来发言 赵宏女士呢 是 商务部原先 原司长 同时 也是 中国 世贸组织的 成就代表 他是 在 贸易的谈判方面 有着丰富的经验 我现在欢迎他 来给我们 介绍一下 有关世界经济 和世界贸易 有请 谢谢 何教授 谢谢你的介绍 首先呢 我想声明一点呢 就是 我今天 在这里 所讲的内容呢 完全不代表 我本人 因为如果 我那样做呢 实际上呢 就是盗窃了 这种知识产权 因为我所做的呢 介绍 是呢 这个 在这个 E15项目向下的 两个报告 这个 一个专家的 这个集体研究的 一个成果 所以呢 这是我想给大家 说明的第一点 那么我呢 所以我可能没有机会 像这个 何帆教授讲的 给大家谈 我对全球经济 和贸易的 个人的观点 所以这是我想 先说明的一点 第二一个呢 就是我想 说呢 我们有两个报告 今天我来介绍 一个呢 是关于 就是促进 能源转型 和清几能源技术 退房使用的 就是全球贸易体系的 一个政策选择 这样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清几能源的 这个项目呢 是我在日内瓦工作期间呢 比较深度参与的 一个报告 以专家的身份 以个人的身份 比较深度参与的报告 所以呢 我希望给大家 介绍一下 这个报告的研究成果 另一个呢 是和题目呢 是关于 多边贸易体制的 一个这个 伊非平乡下的 一个子报告 那么今天 也给大家发布了 这个呢 是和我过去的 工作领域 密切相关的 我想可能是 这个原因呢 这个 咱们这个 ICTSD呢 邀请我来 给大家介绍 这两个报告 那么首先 来介绍一下 这个 可再生能源 这个研究 报告的 一个 一个情况 首先我们呢 大家是知道 就是气候变化 已经成为 人类在 21世纪 面临的 最为严峻的 这个生存 和环境挑战 之一 那么 由于它 涉及到 人类的 这样的一个 共同的生存利益 所以可以说 这一挑战 催生了 人类历史上 一场 相当 最为广泛和深刻的 国际合作 从97年的 京都一定书 到联合国 气候框架公约 再到 15年12月 在巴黎的 气候大会上 达成的 就是把 温室气体排放的 这个 气温的上升 控制在 两度之内 这样一个 雄心水平 这样一个 有雄心水平的 目标之内 这个展示了 在全球范围内 在环境领域 国际合作 和全球治理 达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 那么另外一个呢 这个挑战 也催生了一个 新兴的产业的诞生 就是可栽生能源 或者我们叫 绿色能源 和清几能源 产业的一个诞生 它对人类 能源结构的转型 也起到了一个 巨大的推动的作用 由于气候变化的 这样的一个威胁 那么 清几能源的 这个行业的发展 是非常迅速的 投资 迅速的增长 到 根据这个报告的 提供的数据 到2014年 全球 在这个 可栽生能源 就清几能源领域的 投资达到 2000亿 2100亿美元 那么 比13年 增长了17% 那么 04年的时候 这个数字呢 只有400亿 也就是在 清净能源领域的 投资只有400亿美元 那么 发展中国家 在这个总投资当中呢 占比 是半数以上 就是 半壁江山以上 13年的时候 发展中国家的 这个在 可栽生能源的 投资呢 达到 1310亿美元 那么 那么 这还是在 全球的 这个 油价下跌 达到 50%以上 就油价下跌 过半的 这个水平下 实现的一个 投资的增长 同时呢 在 可栽生能源 技术方面 也是飞速的发展 那么 清净能源的 专利申请数量 在过去的 97年以来 始终保持了 20%的增长的 这样的一个比例 这是根据报告提供的数字 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呢 可以说形成了一个 就是上下游一体的 全球的价值链 当然这在主要的 这个 这个可栽生能源市场当中呢 这个更加明显 那么第三个现象呢 我想提到的 就是作为背景情况 提到的就是 随着贸易投资的 这个增长 技术的快速发展 和就业的扩张 在这个领域的贸易摩擦 很不幸的 就是也在增加 那么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 从08年 进入危机到 12年 针对 清净能源技术的 清净能源产品的 这个反倾销调查 占同期 全球所有反倾销调查的 6%到7 针对 清净能源技术的 这个反补贴调查 占同期的这个调查 全部调查数量的 18%到19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新型产业的发展呢 也带来了 就是贸易的一些争端和摩擦 那么 报告对于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报告对于 未来全球贸易体系 可能采取 什么样的贸易政策 来为清净能源的技术 更广泛的推广和使用 来促进 这个 就是我们战胜 气候变化 带来挑战这样一个任务 那么有哪些政策选择呢 这个报告呢 可以说呢 概括起来讲 可以说提供了两套政策选择 一部分政策选择呢 是围绕着规则的改进和澄清 一部分呢 是这个关于市场准入的扩大 就是关于市场方面的 一个是关于规则方面的 那么在规则方面呢 这个报告详细的分析了 就是可能 就是全球贸易体制 可能考虑的一些政策变化 以为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 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那么其中呢 包括建议考虑 在补贴纪律和这个GET的 这个一般例外的这个纪律当中呢 考虑为缓解气候变化 这个挑战而 推广使用清洁能源技术 这样可能发挥的一个作用 就要把这样一个目标 系统性的纳入 这个补贴和这个 一般例外的规则当中 这个报告建议考虑 修改补贴定义 对于什么构成利益 就是benefit 什么构成专项性 什么构成财政支持 那么在这里边呢 在这个定义当中呢 可以考虑 这个清洁能源技术推广 这样的一个作用 甚至建议呢 可以对于GET的这个 一般例外 它的第二十条能不能适用于反补贴 补贴反补贴协定 那么可以做出一个解释性的说明 这个呢 就是报告提出的一个专家的建议 那么同时呢 报告还建议可以考虑 克制使用贸易救济措施 包括对不轻易发起贸易救济措施 在这个新的领域 同时呢 对于发起的数量时间产品范围 甚至在税率水平上有所考虑 一个可以考虑采取less duty rule 这个这是世贸规则 这个反经销协定当中 有的一个考虑 另外呢 有的专家甚至非常技术性的建议 就是在整个 在计算反经销幅度 或反补贴幅度的时候 要考虑在这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内 这个学习成本 逐步降低 它对于轻小幅度计算 可能产生的影响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技术性的一个建议 而且也是非常管用的一个建议 那么未来是否能够规则 从这个角度进一步发展到这么细致 也就是调查机关在做的时候 能不能考虑到这些因素 那么这个可能呢 可以是一个参考性的一个因素 那么对于世贸规则的修改呢 应该说呢 它是有非常复杂的方式 但是报告呢 详细地考虑了 就是几种可能的方式 一个是 就是对于 根据 马拉卡式协定第十条 对于规则进行修改 一个是根据第九条 做出权威性解释 或者是呢 作为一个例外的一个安排 豁免的安排 或者是采取 这个暂时放弃争端解决的 这样的一个安排 那么报告同时认为呢 就是在 加拿大 可再生能源 这个案件当中呢 上述机构在一定意义上 对于 这个可再生能源产业呢 或者是这个政策呢 提供了部分的安全港 就叫Partial Safe Harbor 这个 一个特殊的考虑吧 那么第二类政策建议呢 这个报告提出的是 关于扩大市场方面的 扩大市场方面的呢 主要包括 几个方面的考虑 一个就是 环境产品的关税的降低 一个呢 是关于环境服务的 市场准入的扩大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关于环境的产品 和这个服务的 这个非关税壁垒的降低 和国内规制的 协同协调 政策的协调 那么也探讨了 三种可能实现的途径 一个就是多边层面 那么比如在 这个多哈向下的 这个 这个非农产品谈判当中 能不能考虑 环境产品的这个降税问题 一个呢 是在猪边的层面 就是猪边 里边呢 正在谈判的 比如说环境产品协定 这个EGA的谈判 比如说服务的 TESA当中 能不能发展 相关的规则 另外呢 报告也提到了 在区域和双边的 FTA和RTA层面 能不能考虑 规则的发展 那么它 列举了一些的例子 比如说欧盟和毕鲁 欧盟和新加坡的 这个 FTA协定当中呢 都有专门的 关于 这个环境章节 或可持续发展的 章节的这种考虑 那么在 报告也提到了 最新地节的 这个跨太平洋协定 TPP当中 也提到了 这样的环境 这个产品 和环境服务的内容 比如说 协定生效之日 所有环境产品 税率降为零 这个要促进 环境服务的便利化 要减少 环境产品的 非关税壁垒 等等 这样一些内容 这就是呢 就是关于 这个E15 关于 可这个 新 关于 这个 新能源技术 这个报告呢 它的一些主要内容 那么另外一个报告呢 是关于 多边贸易体制 如何 更好的发展 这样的一个报告 那么多边贸易体制呢 在 可以说在战后 70年的 世界和平发展进程当中呢 应该说 发挥了 这个 非常重要的 一个作用 在促进贸易 这个繁荣 就业扩大 增进各国福利方面的 做出了突出贡献 那么人们对 人们似乎呢 对管理 每年近30万亿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 这样一个全球性的机构 世贸组织 这样一个全球机构呢 它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呢 有一个习以为常 或者是 这样的一个印象 那么贸易可以带来和平 但实际上呢 这种贸易所带来的和平呢 应该说也不是天赋的 那么 只有贸易按照 大家共同遵循的规则 来进行的时候 那么这些规则 才能保障贸易 朝着更加自由 更加公正 更加可持续的目标 来发展和前进 因为历史上曾经也有过 就是贸易间接的 导致的战争 这样的情况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个历史上的 这个 这个法案 那么它带来的 以林维和的政策 那么对于后来 对于这个 两次大战的 这样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因此呢 这个规则的发展 就成为一个突出的 一个问题 既然贸易 带来和平 是依托于 国际规则的这种发展 那么 依托于这样的一个 国际规则 那么国际规则的发展 它的与时俱进 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贸易规则 能不能适应 新形式的要求 这就是 必须考虑的一个任务 那么当前的形式看呢 应当说呢 就是从 世贸组织第九次 第十次部长会议来说呢 应当说 贸易的这个 发展呢 就是 贸易规则的发展呢 应该说取得了 这个突出的成果 一个是呢 达成了这个 第一个多边的 货物贸易协定 一个是呢 就是我们叫做 这个 贸易便利化协定 一个是实现了 这个在第十次部长会 这个实现了 这个 信息技术产品协定 这是 第一个 全球多边降低 这个 关税的这样的一个 协定 在世贸组织成立以后 那么另外一个呢 在第十次部长会 还形成了 关于规则方面 特别是农产品规则方面的 这个出口竞争纪律方面的 一些新的一些成果 比如说取消农产品的 出口补贴这个 这个限制 所以这呢 都是世贸组织当前呢 就是在多边贸易体制 体制下呢 取得的重要的 规则发展的一些重要成果 但是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 对于这些收获 第九次 第十次部长会议的收获 可以说都是 多安回合的 这个部分的收获 对其他问题怎么处理 甚至一些 大头的问题 怎么处理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还 不是十分的明朗 那么现在大家正在 我们说呢 任内娃正在 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 正在思考这个问题 包括如何处理 就是多边贸易体制 要如何面对 新的一些议题的挑战 这些问题呢 都是现在正在思考的问题 像这个瑞卡德 刚才提到的 那么今年是中国主办 这个G20的主办国 那么这些议题呢 也是在G20当中呢 就是讨论的一些热点问题 那么这个报告呢 就是我们说 这个多边贸易的这个体制 发挥它的作用的 这样的一个报告呢 它我认为是提出了 非常好的建议 提出了三大建议 一个是在谈判功能方面 要加强 第二个是在这个 日常的委员会工作方面 要进一步发挥 委员会的作用 第三个呢 是在这个商业层面 要建立机制化的这种 要和这个产业和商业 建立机制化的沟通渠道 那么多边贸易体制 现在呢 我们说 如果说面临着这个 关于这个谈判机制的 这个发展 报告提出的建议呢 就是有一些很 确实有一些 这个很具体的建议 包括呢 就是继续做这个 Ground bargain 就是大的这种利益交换 在这样的一个 在像这个以往的 这个应该做的 这样做 继续去做 那么第二个呢 同时呢 这个报告呢 提到 就是如果说 Gate的谈判历史当中呢 有任何可知借鉴的 就是任何一轮的 这个谈判 它都留下了一部分 没有解决的问题 那么他认为呢 这个Think-Land-Taking 就是一篮子谈判 这种模式 可能是可以考虑下一步 就是要以灵活的方式来处理 那么特别建议呢 就是要用 可以推动 这个逐边的谈判 在进行Ground bargain的 这个同时呢 可以考虑逐边的这种谈判 包括类似IT这种 以最后国待遇 适用于所有成员的 谈判成果适用于所有成员的 这样的谈判 包括就是仅谈判成果 仅适用于这个参与方的 像GPA 就是政府采购协定 这样模式的 逐边谈判 也包括仅仅适用于 某一个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逐边谈判 所以这个呢 都是报告 对于如何加强 多边贸易体谈判功能 提出的这样的一个 具体的建议 那么我想呢 这个 这些建议呢 都是值得去考虑的 这个呢 就好像打 就大家经常问 这个多边贸易体制 究竟面临了一个 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如果给咱们 中国的观众讲 大家就会觉得呢 我想打个比方 你比如说 这个呢 就仿佛呢 就像咱们春节的 这个联欢晚会 咱们有中央台的 这个主会场 那么也有呢 这个地方台的 这个分会场 这个分会场呢 现在节目精彩 分成不断的上演 但主会场呢 始终在准备节目 就是呢 节目还没有上演很多 或者是说呢 始终在准备之中 那么这种情况呢 怎么办 那么多边贸易体制 大家知道 它是有一个 这个在 多边规则制定当中呢 处于一个核心的地位 是个主渠道 怎么让它回到主渠道 让这个谈判 和规则制定 回到主渠道 这可能是 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报告 实际上 它的建议呢 就是说 除了唱大戏以外 那么大家要 还要继续努力 演更宏大的节目 也可以做一些 小而精的节目 就像地方台一样 因为地方台很灵活 它不断地在 合作 就是分别合作 做了一些节目 那么这个主渠道 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我想打个比方 可能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说 怎么办 那么这是 这个报告提出的一个建议 另外一个建议呢 就是加强 它的日常 日常的这个工作技能 就是各个委员会 世贸组织的各个委员会 理事会 它的工作的一些技能 那么这个呢 应该说 我觉得是非常切实的 因为世贸组织有很多资源 包括它的建议 包括呢 就是建立这个数据的 机制化的这个 数据信息的 机制化的这样的一个 利用机制 那么把 就是世贸组织 所拥有的这些 这个规制 规则的这样的一些信息呢 成为一个信息港 因为世贸组织有强大的 通报的这个审议的功能 所以它有很多各国 在各个领域的贸易政策 贸易法规 都是通报到各个委员会向下 所以各个委员会 有全方位的这样的信息 这些信息怎么利用 这是这个报告提出的一个建议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信息港 就是充分的利用和发挥 第二一个呢 就是说呢 要发挥这个领导团队的作用 就是在世贸组织的成员当中呢 有一些呢 是有主要作用的 它叫这个leader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 同时要发布内 发挥内部的专家的作用 另外呢 就是增加呢 这个 就是它的 这个日常的这个工作方面的 这样的一些机制呢 要进一步的得到加强 那么最后呢 它我觉得这个报告提出一个 一个非常切实的 可以被采纳的建议 就是和商业社会的建立一种 机制化的联系 一个是成立一个商业论坛 一个是成立一个商业咨询委员会 让这个业界充分的参与到 规则制定当中 因为现在的多边规则制定 现在的国际法的这个制定 应该说呢 和过去有很大的区别 那么让业界更充分的参与 提出政策建议 找到关键点 我想呢 可能是这个 让世贸组织的这个功能 更好地发挥的一个 非常切实可行的一个建议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对这个两个报告 给大家做的一个建要的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赵宏女士 赵宏女士呢 介绍了两份重要的报告 并且提供了非常具体的 两大问题的政策的建议 一是有关气候变化的 二是有关多边贸易机制的 我觉得WTO呀 绝对是好过我们春晚的 世贸组织的这个谈判 这个可能是比较无聊 但是我们的春晚真的是挺讨厌的 我们还有两位嘉宾 一位呢是Annabelle 来自世贸 还有来自世界经济论坛的Richard 但是可惜的是呢 我们没有时间了 我能否建议 每一位嘉宾 尽量地将自己的发言时间 控制在十分钟以内 Annabelle 先请 非常地感谢 谢谢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 感谢世界经济论坛 邀请我参加 E15报告的发布会 北京发布会 我很荣幸 我也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发布会 首先我要说的是 我相信E15项目 是我在很久以来看到的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作为 考虑有关贸易和投资的全球治理框架 而且呢我也要祝贺Richard 和世界经济论坛 启动了这一个项目 我知道这个项目呢 是集合了375位来自全球专家的这个思维的成果 增成了150多份这个报告 那么提出了非常实际的向前发展的建议 那么最后呢 我觉得正如很多人都说的 这份报告真的是很及时 因为现在呢 多边的层面上和区域的层面上 都在讨论着如何 重新地影响世界的贸易体系 同时呢在国家的层面当中中 也是进行了诸多的讨论 这些即使国别呢也可以受益于这些报告当中的政策建议 那么在E15的项目当中呢 一个的设计的主题就是国际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很荣幸参加了这个专家主的讨论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在专家主当中 我们讨论的一些设计的内容 我得说的是 之前呢我没有和林教授协调 我们甚至呢在诗航的时候也没有一起合作过 因为呢他离职后我才入职的 说到这儿呢不过 我们呢基本上呢都是处理着同样的工作 处于同样的角色上 现在呢世界需要 世界的情绪需要 有巨大的需要 比如说改进21世纪基础设施 建立各国家的信息和创新能力 集团经济发展 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创造就业 并且促成全球的经济增长 这要求 这就意味着数以万亿美元的这个投资 那么其中的一部分就得有国际的投资者来处置 同时呢 这样的一个国际的投资的这个平台 可以为各国和公司提供 加强生产力和创新的能力 高虎城部长呢 星期三的时候提到了这一点 他说到呢 中国将会欢迎在服务业和高科技 这个高端制造业 欢迎更多的外商的直接投资 2015年呢 这个中国所收到的外商直接投入 高达1.37万亿 那么我们必须要保持这种状态 来确保这种投资可以继续地推动经济的发展 除此之外呢 投资者 要决定 在全球和国际的价值链当中 决定在哪些环节上 投资 而这也需要国际的 国家的规制的帮助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 我们现在已经有双边 和这个贸贸协定当中的总数 已经到高达3300多分 那么这种分裂性呀 就造成了现在投资环境的复杂和混淆 使得投资更加的困难 但是呢 它也反映出 政府都希望能够确保 这个外商投资 那么 所以现在这种对 这个多边投资协定的需要 已经存在了 全球价值链的普遍存在 同时也提出了 贸易和投资之间的 强烈的联系 而且呢 各国都需要考虑 整个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治理 我们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 发展中国家越来越 不仅仅是作为 这个外商投资的收入 同时也是支出国 中国就是一个实力 中国的 现在所收到的投资和输出的投资 基本上已经处于同等水平了 在许多的有关 过往所进行的投资方面的讨论的成果 已经跟不上现在的形式了 我们必须要制定新的这个治理环境 来应对新的环境和挑战 因此中美之间的投资协定 尤其是它的这个基础是 这个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 例外 在中国呢 在这样的投资的环境当中呢 更将会 促成一些其他的倡议的出现 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倡议 近70多个国家都希望能够 通过这一个倡议来 吸引资金 保留资金 这个外来的投资 从而促进自己本国的经济发展 那么我觉得 进行一个全面的 多边的投资的协定 该是出现的时候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确保 这个投资环境的透明 而且呢 会给投资者创造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来真实的 为能够促进发展的这些投资 提供便利 那么在E15的倡议 这个项目倡议当中 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中国今年的这个带领下 二十国集团也会讨论 这些相关的问题 国际贸易的便利 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 和吸引外资等等 这些议题都会在 二十国今年的峰会当中讨论 相信啊 今年的这二十国集团的报告 也将会进一步的回报 会提供更好的思考的材料 谢谢 谢谢 最后一位发言的嘉宾呢 是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Richard 他也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的情况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各位耐心的倾听 今天啊 这样的一个会议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介绍了一大堆的想法 而这些想法呢 真的是非常地广泛的 任何的一个领域 一个新的想法 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和报告 都是非常具有专注性的 而在E15的项目当中 它是如此的跨领域 除了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们之外呢 我也要特别感谢中国的研究人员 我也要分享一下 那么作为USTSC的E15的主办方之一 我们呢 看到这个18个不同的这个主题 有一些呢 这些工作所可能带来的 更广泛的这样的影响 首先 尽管在世贸组织当中的多花回合 没有能够看到国际社会 达成一篮子的决议 但是呢 在这18个不同领域当中 所生成的不同的想法之后呢 我们却注意到 是可能实现一种双赢的 成这个局面的 对所有的国家和每一个经济体而言都可以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结论 从内罗币的不少会议之后呢 十年的讨论和谈判 带来了 更人们对这个多花回合的这个降低的信心 人们不觉得 人们不觉得 这些决议会带来 会使所有人都受益 但是呢 在E15当中的这个研究 它以一种结构性的 长期的研究 而且它不局限于世贸组织 而且它不仅仅局限于原有的这些法律的工具 再有许多的国际和多边的经济的合作 都是为了加强本世纪的经济和投资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 这个报告呢 尤其是在综合的报告当中 在达沃斯呢 我们和ICTSC共同的发布了 的这份综合报告 不仅仅是综合了所有的 这些多边的法律的框架和工具 同时还包括双边和周边的安排 它呢 更多的是 有关 提供便利和机构的能力变化 而不仅仅局限于 正式的这些法律的谈判 同时呢 还特别地强调了公司之间的合作 来共同形成措施 我们已经听到了 龙部长刚才介绍的 林教授刚才所介绍的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 它是一个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点 我们需要的是综合国际的能力和资本 那么这个传统上呢 这并不是贸易谈判人员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使命 但是呢 现在就更需要这种能力和资源的综合 同样的数据的分析也非常地重要 报告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有关数据方法 以及一致性的这个建议 来确保数据呢 能够更好地帮助企业 产业 国家和世界 生成有用信息 最后的一个重要点呢 就是自己 或者是讲这个基地信息 通过不同的合作的安排 不管是以区域为基础的 还是行业为基础的 所以那么E15的项目呢 项目呢 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完整的 广泛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如果我们从整体来看贸易和投资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实是有可能实现一种真正的双赢局面的 而且呢 中国今年作为20国集团的主席国的 这个峰或主题之一呢 就是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这个需要是在全球的各个区域 都是非常地凸显的 我注意到我们提出的一些预案呢 就可以显出一个这样的议程 也就是来利用全球的贸易和投资的合作 来为全球的经济形成一个 新的增长的动力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从这个系统的角度来看 而且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没有充分地利用 这个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所做出的共享 一出报告已经指出的一个结论一之一 也是非常重要的 增长呢 是依赖于这个技术的这个进步和分散的 通过全球的贸易和投资 这个各国呢 已经有能力能够快速地 在数字时代进行技术的革新和分散 尤其是在中小型企业当中 可以促进他们的贸易和投资 如果我们可以创造在不同的国家当中 创造单一的这种咨询的电子窗口 允许小企业快速地进入市场 给他们提供这种数字线上的这种规制的介绍 我们也应该呢 提高海关的这种微量的标准 那么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到互联网呢 使得这些中小企业的这个经济活动呢 变得越来越活跃了 这些呢都是我们全球都可以实施的一些 这个做法 还有报告当中也指出了 要加强公司的合作 比如说有关这个司法管辖权啊 这个知识产权的处理 争端解决等等 我们并不一定非得是完全依赖于这种 像司贸组织那样的有关贸易的 这个多边协定平台 我们可以有比较 这些其他的这些 区域性的和珠边性的贸易的 这个投资的这些这个安排 这些呢都是非常有用的措施 那么可以推动各国的经济发展 就像中国呢非常重视 也清楚地意识到互联网对自己的贸易和经济的重要性 其他的利益有关方 包括私有部门 可以和政府一起来 这个设计一种多边的这样的安排 而且呢可以像一个试点项目一样 再逐渐地扩展起来 我们有许多的这个国际的这样的安排 资本的这个分配也是一样 我们也可以在新的这个数字的环境下 利用技术的进步来确保资本的更有效 更合理的这个分配 我们现在呢已经正在这个努力的促进 公司之间的资本的合作 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就促进了18个国家政府 和不同的私有的经济资本呢进行合作 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安排 比如说提供投资的便利等等 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而且最后呢劳工的分配 那么有一个专家就呢建议要进行 这个设立一个世界经济当中的 这个自由的创新区 允许呢各国的研究人员和创新人员 可以有十年内的这样的自由的往返 这样的话呢他们可以在各国的这些创新区当中 进行自由的流动来促进各国的这些科研方面的发展 和创新的项目的实行 最后呢就是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服务业 服务业呢是劳工密集型的一个产业 世界有关服务业的这些规则呀还比较的落后 if we would be looking to try to improve arrangements in the services area including potentially creating a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for services now let me make one last cross cutting point and that goes more to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system we know that as these regional arrangements have proliferated in recent years there's been an increasing debate, if you will, about whether this is a fair system particularly for small countries that don't have large internal markets and therefore are not the most attractive partners, shall we say, for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here there's a comprehensive set of proposals in this report for strengthening the inclusivity and fairness and therefore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I'll just tick off a few of the elements. One is simply to get a better information base for everyone, more transparency about how the rules and chapters of different regional arrangements could be better coordinated and ICTSD is providing some of the specific capacity to help drive that forward. Also there's a proposal for a code of conduct to be negotiated that would set the framework for when countries could undertake and come together in a plurilateral arrangement which are beginning to proliferate. the code of conduct would set the conditions by which such plurilateral arrangements would contribute ultimately to piecing together different parts of regional agreements regional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plurilaterals in a way that creates a more consistency across the world and enlarges the body over time of the multilateral core of standards and rules that can help be provided on effectively an MFN basis to everyone. There's also a suggestion for multilateral impact statements on proposed future plurilateral arrangements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how rules of origin could be better harmonized and particularly could give access to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to existing RTAs. All of this, and particularly putting the WTO at the center of that process as a proactive force for identifying where there's a close enough similarity between certain chapters of regional agreements or certain features of plurilaterals such that they could be negotiated on that basis, more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All of that process, and I'm going through it extremely fast, is a way to put the world economy over the next 10 years on a path, yes, to more variable geometry, but also on a path to ultimately stitching together elements of the different pieces of geometry in a way that begins to build a larger multilateral core of disciplines out. That we call modular multilateralization. Modular multilateralization. In other words, it's not trying to create a multilateral framework on everything, one big bang, but trying to take this diversity of innovation t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rules and disciplines and stitching together a future that is more inclusive, that is more a positive sum game for small states as well as large. Let me end with a final observation. And that is that we think that the trade and investment world, the negotiators, the academics, could learn a useful lesson from what has just happened over the last six years in the climate change area. If you remember in 2009, the strategy was in Copenhagen to come to agreement on a formal multilateral accord. And that was almost exclusively the elements of the strategy. It did not succeed as we know.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vention learned a lesson from that experience. And it succeeded in having a good agreement in Paris in 2015, in part because it diversified the strategy. It realized that in addition to pursuing the formal part of progress, the multilateral legal framework, it needed to have a series of other activities that could engender informal cooperation and coalitions to be built to make progress where it's most important and most feasible. That wider ecosystem of possibilities and instruments for progress is exactly the mindset in this period of reflection that the WTO and the trade policy world needs to take on board. We need to widen the focus of our exercise here, take advantage of the full spectrum of instruments that are available to make progress. And if we do so, if we learn that lesson from our climate change colleagues, I think that the next 10 years has great promise for making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efficiency and the inclusivenes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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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ichard, for sharing with us. 与我们分享非常引人深思的评论意见 当然我们需要有很多的合作 正式非正式的合作 政府和新部门的合作 以及所有的这些现有贸易 全球贸易制度的创新 现在我们已经落后了半个小时了 我呢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 还有一个会议 说没有时间了 但是我确实是请各位来发言 听取一到两个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请举手介绍自己 并且呢告诉我们你想提问题给谁 你的问题要尽可能的简洁扼要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结构性改革 现在是这个G20非常热议的一个话题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今天的G20峰会上 就是制定出一个指标体系 特别是中短期指标来衡量各国结构性改革的进权 谢谢 现在要请龙国强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Structural reform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它 has different tasks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So each country should come from each situation to have this reform If we want to apply a harmonized standards to test the reform progress That is not easy G20 is a very important platform Leaders after reaching consensus on this platform Will push forward structural reform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at is our goal Thank you S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build a coalition and action The last question is This question is 你好 来自南非中国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的 杨斌是委员会的执行副委员长 兼秘书长 我主要关注的就是 以南非为首的非洲国家 这次习主席12月4号 刚刚访问了南非 另外提出了十大合作计划 包括非洲的工业化 农业化等等 那么基于此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各位专家 就是关于非洲这块 有没有哪些研究的最新的成果 如何通过国家的这个国际产能合作 一带一路走出去等等这些 重点帮助到非洲国家 谢谢 OK 谢谢 So Annabelle 你来自士航 也许你可以就这个问题呢 做一些评论一件 还有我们的外国的这些嘉宾啊 也可以来做后续 可以告诉你 非洲国家是我们的重点 是我们试航的重点 特别是我们全球行动的重点 现在我们的重点呢 就是侧重于一系列的领域 强调的两个 一个呢就是 三个 一个就是交叉问题 首先啊 我们要增加生产力 非洲国家生产力 还有两个呢 就是部门性的 一个是关于能源 非常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要为非洲赋权 还有呢 第二个呢 就是 能也 就是要给他们 非洲国家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为了能够补充这些倡议呢 在这些领域当中 我们也 与非洲国家紧密合作 以便推动区域的整合 在我们的非洲国家之间实现 这不仅仅包括 贸易与投资 同时啊 就是还要建立具有设施 他们呢 是 需要更紧密的整合 同时呢 也有各种活动 后勤以及贸易的促进 等必要的措施 能够有这样的一种 就设施能够服务 我呢 要很快的说一下 提及了 我们15 艺术报告当中 所提出的工作 我们的报告也承认 需要 就是承认啊 在全球的农业系统当中 有一些扭曲 特别是关于我们的国内的补贴啊 国内适合的补贴 特别是关于非洲 最重要的一点啊 就是 非洲国家 他们面临 2%到3%的 这样的一个 外部市场的关税 在他们之间呢 他们的 这个税率呢 达到8%到15% 甚至更高 所以呢 我们需要 在这个非洲国家 之间的自由流动 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我们 就是 同时要考虑到 这个人口增长 且有变化 以及城市化 对于这个政策框架来说啊 在关于贸易投资当中 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要承认 农业生产 产业化 以及 粮食的加工服务技术 等之间的联系 因此啊 就是要有一系列的政策框架 他们可以促进 非洲国家的这样的应对 包括 有必要 要 有进口适当的技术 能够满足人们对于粮食的需求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一体化的一个办法 思考未来的需要 这样呢 就能够理清重点 非洲国家 要将重点 要放到真正需要的事情上 谢谢 这里有一个章节啊 特别是在综合报告当中 有一个章节 它呢 是 抓住了 并且呢 能够组织了这个 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 这些重要的要点 特别是关于夏南非洲国家 比如说啊 这些 无 配额 无关税的这些协定 就是使得这些国家 他们能够完全的实现 无关税 无配额 这样呢 能够弥合一些差距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 很有趣的 在中国啊 我们有些中等收入的国家 还有这些高端的中等收入国家 他们呢 已经达到了97%的 无关税 无配额 中国呢 也致力于实现这一点 非常 很快就要实现这一点 同时呢 还有一系列的建议 就是做出投资方面的安排 帮助泛中国家 还有一个 我们的这个咨询的中心 能够更好的谈判 创造一个申诉的框架 所以呢 这就是让于这些 用于这些成功的泛中国家 在农业方面 我们呢 也要考虑到 他们这个国内的农业支持的困难 非洲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啊 就是要尽可能的减少 就是他们的这个国内的支持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 用于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部门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来是进行求变化的适应 并且取得进展 所以呢 我希望能够大家看一看综合报告当中的这一张 有一系列的一整套的建议用于最不发达国家 谢谢 我相信啊 还有很多的问题 大家呢 想要提出来 因为时间有限 我现在必须打住了 我强烈的建议 鼓励各位 来看看我们报告的中文版本 有很多的话题 也许 你们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所以呢 我想 就是我们所做的第一步 就是要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要用一种很清楚的方式 来找到问题 然后呢 能够为我们的国际讨论 设立一个议程 这是中国 在今年的二十国集团封会上所要做的工作 所以呢 今天下午呢 我们 有着非常激动人心的讨论 请和我一起 感谢我们尊敬的小组成员 感谢我们的口译员 感谢所有各位的参与 我们在这里就去打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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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